桑葚干 桑葚的维生素C、维生素E和多种抗氧化物质 它的酸甜口感和浓郁果香深受人们喜欢 在夏日炎炎时可带来一丝清新宜人的感觉 用桑葚干泡水喝 既可以消暑解渴 身体也能收获很多好处 一、桑葚干的营养成分有什么? 一、多种维生素 桑葚干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维生素B2、烟酸等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二、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桑葚干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主要包括钾、钙、镁等 这些矿物质可以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 三、膳食纤维 桑葚干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有利于肠道毒素的排出 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二、每天坚持桑葚干泡水喝 后来怎么样了? 五个好处或不请自来 一、滋养肝肾 桑葚干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具有滋补肝肾、养血明目等功效 每天坚持喝桑葚干泡水 可以有效滋养肝肾 提高机体造血功能 增强机体免疫力 同时 桑葚干中的大量活性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 有助于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改善机体内部环境 二、改善消化系统 桑葚干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这种物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增加粪便的排出 预防便秘的发生 每天喝一杯桑葚干泡水 可以有效地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 保持肠道的健康 三、改善皮肤健康 桑葚干中的维生素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这是一种对皮肤健康 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胶原蛋白可以帮助 保持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 减少皱纹和细纹的出现 此外 维生素C还可以抑制黑色素的产生 减少色斑和雀斑的出现 每天喝桑葚干泡水 可以补充维生素C 改善皮肤的健康 使皮肤更加年轻和光滑 四、脾胃强健了 当肠胃出现激实后 就总会感觉腹胀 腹疼 肚子胀气 十分难受 那么就可以经常用桑葚干泡水来喝 这样桑葚中的苹果酸和脂肪酸等成分 可以促进消化吸收 防止基石产生 有着健脾养胃的作用 五、增强免疫力 桑葚干含有大量的免疫活性物质 如花青素、维生素C等 这些物质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每天坚持用桑葚干泡水喝 可以促进免疫系统的功能 减少感冒、流感等常见疾病的发生 同时 桑葚干中的抗氧化物质 还可以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 延缓衰老过程 三、桑葚的黄金搭档 坚持泡水喝 气色红润 脾胃也好了 一、枸杞 桑葚和枸杞也都属于中药 具有滋阴补血的效果 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了阴血不足或者是失眠 还有耳鸣等症状 通过喝桑葚和枸杞泡水 能使这些症状有所改善 也可以帮助亚健康恢复 二、红枣 桑润红枣当中的含铁量相对来说比较高 在泡水喝以后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 能够增加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改善 缺铁性贫血 让面色变得更加红润 提高个人免疫力 缓解身体虚弱的状况 桑润红枣泡水除了能够达到补气养血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达到健体养胃和延缓皮肤衰老的效果 对于头发的状态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调整 但是不能够达到立肝见影的效果 而且需要长期坚持使用 三、山楂 山楂胃酸而且富含维生素C、矿物质 而桑润味甜能起到增加山茶口感的作用 尤其是在制作山楂糕的时候 不仅如此 这两种食材加起来还能帮助消化 因为它们能够刺激消化系统和帮助消化食物 四、富盆子 富盆子和桑润被誉为中药补肾的梁山博宇柱英台 可谓是补肾领域的黄金搭档、夫妻搭档 富盆子补肾阳为主 桑润补肾阴为主 此二物药食同用 先品为水果 甘品为中药 夫妻搭档 共补肾经 一热一凉 不会上火 也不会胃寒 可使平衡阴阳 四、备受人们青睐的桑润肝 泡水喝的这四点禁忌一定要知道 一、糖尿病人群少喝 桑润肝泡水喝能帮助人体消化食物 还可以辅助补血 但是桑润肝中的糖分含量比较的高 如果自身患有糖尿病 在饮用过后 有可能会不利于自身血糖水平控制 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到病情恢复 因此在患上糖尿病后是不建议饮用的 二、不能空腹喝 桑润泡水可以让人们有独特的感受 也能够得到很多的营养物质 可是千万不要空腹饮用 很容易引起肚子痛或者拉肚子的状况 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肠道功能紊乱的问题 希望大家在用桑润泡水喝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三、一次性不能吃太多 桑润味道非常的不错 很多人可能一次性会吃很多 在泡水的过程中也会放入很多颗 其实这样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桑润在过量使用的情况下 容易导致身体不正常地出血 还有可能会引起溶血性肠炎 四、不能和良性食物同时 在饮用桑润水时 大家要记住千万不可同时吃含良性质的食物 这样容易出现一些副作用 损伤身体健康 五、生桑肾和肝桑润功效有何区别 生桑润和肝桑润的功效 具有生筋止渴和补血滋阴的功效 其药用功效是大致相同的 对于因阴血不足而引起的耳鸣心剂 头晕目眩 腰细酸软或烦躁失眠等症状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也具有润肠除躁和生筋止渴的功效 如果从保存的角度上来说 肝桑肾一保存 而鲜桑肾口感较好些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